来看到的是大陆长沙市的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林怀在内有七个人 被指控在本届的总统还有立委选举期间 是用招待时速提供机票补助等方式 动员台商还有台生 回到台湾支持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还有国民党 台北地院在审理之后认为提供的机票补助金额 显然已经超越相当的合理性 因此在17号的时候 依照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等罪行 判处林怀三年十个月 同时尺多公权四年 不过针对了这起个案 韩国瑜办公室又是怎么说的呢 他们回应说韩国瑜对于这个餐会活动内容 其实毫不知情因此无从评论 但是韩国瑜本人则是在脸书用韩沙摄影 多行不易必自闭作为题目来表达自己的心境 好另外还要来关心的就是目前由于疫情升温的关系 所以现在大家都是蛮紧张的 我们要告诉你的是台北市长柯文哲力推所谓疫苗通行证 而且计划要从台北通开启疫苗通行证 他已经指出了如果中央同意接界资料的话 将会分成绿黄红三种灯号来做辨识 其中打满两剂超过14天 或者是已经施打三剂就是绿灯 如果打满一剂的话则代表的是黄灯 没有施打疫苗则显示红灯 这个政策预计最快在1月20号就要上路 到时候上路之后民众到了餐厅 可能就要扫码了 不过来看到说到疫苗的部分 现在第三剂大家都在抢着打 台北市疫苗预约已经被秒杀了 很多人说他们是抢破头 都还是预约不到第三剂 有人点出了现在疫情很紧绷 疫情也升温 大家都在抢打莫德纳疫苗 但是来看到在台北市的部分 竟然是没有开大型的接种站 甚至把施打量能比较大的医院 安排打的是BNT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打莫德纳的民众 必须要挤到小诊所去抢名额 外界批评这根本就是本末导致 台北市85%打第三剂的民众 都抢莫德纳 但北市预约系统一开始就被秒杀 但夸张的是疫情趋缓时 人在冷清 北市都开花博打AZ和BNT 现在疫情紧绷狂抢第三剂 花博等大型接种站竟然全关闭 这里开花博还是有人去打 要有疫苗 还有医护人员 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礼拜打23万 你知道吗 差不多了 台北市的北车都有谁到谁打的 那个疫苗 没办法开这种大型接种站 我觉得台北市政府真的不能 我觉得不能太一意孤行 如果春节想要有抵抗力 最慢就是这礼拜要打第三剂 台北市政府赶快加紧的调度 更诡异的是台北市让想打莫德纳的民众 去小诊所抢名额 但台大等大型医院却留着打BNT 民众痛批根本是本末导致有问题 对小诊所压力也实在是太大了 那对于要接种的人等那么久也非常不好 赶快加开接种的服务的动线 台湾打第三剂才刚起步 看到英国即使有超过20%的第三剂覆盖率 住院人数都疯狂飙升 专家痛骂指挥中心刚毕自用 不听外界建议 高雄70岁以上的长者不用预约在家等通知 就能到大型接种站打第三剂 但台北长被疯狂抢 没有拼命滑手机 抢不到还得排残剂 民众要问同个国家 为什么打疫苗却有不同的命运 记者林英伟 徐国豪 SNG小组台北报道 疫情来势汹汹的 面对了追加剂的接种需求 卫福部长陈时中先前表示 他的妻子想要打高端 但是找不到地方打 对此台北市长柯文哲反呛了 就是有人声量大 故意炒作说要打高端 他认为粗暴的言论大可不必 高端那件事情 坦白讲 我要怎么讲 这是典型的又一种认知作战 你想想看 就我们台北市 登记莫德纳2万 登记BNT5千 登记莫德纳 登记高端1千 我说我是台北市长 我在不点的时候 你觉得我应该 是不是要点按照这个需要量去 民众需要量 难道 难道我们要打2万 我们有2万计的容量 然后把莫德纳的容量 移去打高端 不会 我会说 常常是这样 就是有人 对我讲 就声量太大 意思就是说 这种是故意炒作 所以他要打高端 我跟你讲 那些想要打莫德纳 想打莫德纳打不到人更多 所以当然就是这样 我不想在口水战 医学是统计的科学 按照我们民众的预约量 这种状况 我们提供点 我相信要打高端的人 你知道 一定比 比较打莫德纳 更容易被打到 你算百分比都知道 不然你拿统计数字来看 所以我倒觉得 那个没有必要 粗暴的言论 大哥不必 疫情升温之下 现在半导体大厂 纷纷加强防疫措施了 护国神山台积电 祭出了六项的措施 管制群聚活动 联电方面宣布的是 各部门暂停尾压 世界先进 也执行分组分流办公 电子五哥之一的广达 现在除了强化防疫措施之外 今年也已经宣布 取消了尾压聚餐 至于英叶达的桃园厂区 则是从昨天开始 启动所谓的分流上班 不过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现在其实有很多的活动 都喊咖或是延期 但是我们来看到 在苗栗的白沙屯拱天宫 宣布今年的进香时程 将会在国立的 五月二十号出发 但是变种病毒流窜 适合来办这种宗教盛事吗 庙方说将会遵照中央的指示 如果到时候该延期 他们就会延期办理 另外这个场面 是台中太平庄家 他们六百人的娘家业 在今年的部分 也确定因为疫情 决定要二度停办了 大年初二回娘家 席开五六十桌 将近六百人一起聚餐 话家常 这是台中太平庄家 一年一度的盛事 六代同堂 气氛热络 去年因为疫情停办 今年则是变种病毒流窜 将二度喊咖 家族传统延续二十多年 成员难免失望 但考量全台各地宗亲 齐聚吃饭 反而成为防疫破口 早在一个月前 就决定不要冒险 主办人感叹 家族长辈不乏百岁人锐 吃一年少一年 但只要疫情没有趋缓 就很难看见团圆盛况 不够宗教盛事 白沙豚妈进香 就敲定国立五月二十号出发 为期八天七夜 那如果中央疫情 有什么指示的话 那该延期还是会延期的 这个是现场 现实况 再来做一个宣布 妙方强调 一切依照中央的防疫规范 但每年白沙豚妈 乘坐的粉红超跑 南至云林北港进香 都没有固定路线 该怎么防疫 会不会成为破口被打上 大大问号 记者 美丽台中综合报道